电视剧《我的恶魔少爷》正在热播 剧中的明云是安初夏最大的敌人 但安初夏并不知情 还一直待明云是最好的闺蜜 之前为了帮助明云 不仅将自己的订婚戒指借给她 还多次让韩七路帮助明云 暗初夏一直都对明云很好 但明云却在暗中暗算安初夏 就连韩七路也差点被明云抢走 好在关键时刻有李生东的帮助 明云虽然是个坏人 而且大家也很讨厌她 但是她也有一个真心爱她的人 剧中的扣衣是李生东的兄弟 她喜欢明云 在被明云拒绝后 她依旧守在明云的身边 明云虽然不喜欢她 但多次利用她来帮助自己得到韩七路 之前明云对韩七路下药的事 也是扣衣暗中帮助的 后来韩七路失忆了 明云再次让扣衣 帮自己做出跟韩七路合影的照片 明云想用这些照片 成为韩七路的未婚妻 不过却当场被韩七路识破了 其实扣衣明知道明云的为人 但是她依旧喜欢她 而且还帮助她做那些伤害安初夏的事 不过明云所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失败的 后来韩七路恢复记忆后 明云成为韩七路未婚妻的希望彻底破灭 最后她终于放弃韩七路 在扣衣的追求下 明云最终选择跟扣衣在一起 那么对于感谢归正后的明云 大家还会原谅她之前所犯的错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